以前大马人跳飞机到台湾驾驶时 如今伴游客入境台湾当车手 所谓的车手就是以观光名义入境台湾 实际上是当诈骗集团的车手 专门替诈骗集团跑腿 向受害者收投资股票的钱 从中他们可赚取高佣金 就在日前一名大马男子 以游客身份入境台湾后 转身变成车手 到台湾屏东县内部乡一家超商 收取受害人投资股票110万元台币 约14.3万令吉 遭内部警察局查获被捕 谈点过去在台湾当车手落网的大马人 2018年6月 大马巴士司机到超市盗领三次后 遭埋伏在场的警员逮捕 2024年2月8日 大马男子到超商的自动提款机 狂领现金 引起警方关注当场被捕 2024年8月10日 大马男子为了还赌债当车手 但他的以诈还赌奸计不得逞 在台湾警方布局下落网 2024年8月17日 大马男子透过朋友 到台湾当诈骗集团车手 上班首日 即被查获 2024年8月30日 大马男子入境台湾首日 被委派取款 遭警方寻现待人 阿爸阿爸老师长叫说 做人要脚踏实地 才是挑汉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